1954年2月21日,一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制造的CC7-121号电力机车 在法国东部城市迪戎和博纳之间跑出了时速243公里 受此鼓舞,法国国铁将接触网电压从1500伏提高到1900伏 1955年3月28日,阿尔斯通CC7107电力机车迁移三节车厢 在法国西南的波尔多到达克斯之间达到时速320.6公里 次日,日蒙斯奈德公司的新型电力机车BB9004又在相同线路上达到时速331公里 由于接触网电压提高,BB9004和CC7107在创纪录的瞬间 功率从额定4000马力超频到13000马力 此后,法国国铁又采用了25000伏高速架空接触网 在1990年5月18日,阿尔斯通制造的TGV列车在巴黎到土耳的线路上 达到惊人的每小时515公里 又在2007年4月3日下午 由TGV3V150实验列车在巴黎东南的加固线路上 创造了时速574.8公里的轮轨铁路速度世界纪录 可见,供电接触网的性能对高铁至关重要 本期我们研究集中有代表性的接触网 这将使您坐高铁时能侃侃而谈,并备受尊敬 由于电力机车是自己接通了接触网和铁轨 形成回路来获得电流 所以,起初采用直接供电方式TR 让牵引边电锁给接触网送电 这虽然结构简单,但一部分电流会经过大地回流 干扰了临近的通讯线路 同时,机车峰值电流很大时,会造成刚经过的轨道电位升高 不仅会对周围的弱电系统造成电磁干扰 还能把不慎踩上铁轨的人电个后空翻 因此TR供电方式不太适合高铁 于是,有人想到让接触网每隔一段距离就连接一个边压器 将1比1的刺激线圈串联起来组成回流线 并间隔链接铁轨 这样,边压器刺激的感升电压就是车轮出来的电流 经钢轨和导线从边压器回流 于是,钢轨的电位降低,电磁兼容性提高 可见,这些边压器起到了吸流作用 因此,把这种供电方式称为吸流边压器供电 缩写为BT 但BT供电导致接触网结构复杂且阻抗较大 收电供容易出现电弧,收命堪忧 近年来已很少采用 为此,又有人想到了自偶边压器的原理 也就是,牵引边电锁将55000V交流电送到接触网 并通过间隔安装的线圈从正馈线回流 这些线圈充当了自偶边压器的初级 然后将线圈终点都和铁轨相连 使机车前后两个半边线圈成为自偶边压器的次级 给机车并联供电 因此,供电电压就降压成了初级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27.5千V 电流从车公路出来后 又顺铁轨跑到两边的线圈 初级的电流经过重窥线回到边电锁 这样两个次级的电流就是机车的二分之一 而两个初级的电流又是次级的二分之一 所以,边电锁虽然输出电压倍增 但电流减半 因此功率负荷提高 送电距离延长 同时对环境干扰很小 这种自偶边压器供电方式缩写为AT 而法国TGV正是得益于AT供电的大功率 才能大力出奇迹 虽然解决了接触网的问题 但牵引边电锁只用了电厂发电机的一根火线 这将导致三项交流发电机转子因收力不均而损坏 为此还要让牵引边电锁交替使用三根火线 以使发电机负载尽量均衡 所以每个边电锁只供电四五十公里 为避免相邻接触网被机车前后电供短路 还要插入一段没电的百米长的分向区 一旦司机看见机制双弓的牌子 说明已接近分向区 就要单弓运行 并把功率手柄回零 断开主段路器 同时切换成直流环节电压保持模式 这样惯性滑行的机车 就会通过轮子反过来带动电动机发电 再通过逆变器继续给电气供电 假如新手司机手忙脚乱 不慎停在了分向区里 那也无需担心 列车长会请大家下去活动活动 顺便把火车推一推 毕竟分向区长度只有区区的百十米